信仰可以令人心靈變得強大 但同時信仰也會攻陷一個弱死的個體 有人靠著信仰去行善 也有人靠著信仰去行惡 真實世界是這樣,交界地也是這樣 在交界地裏各式各樣的信仰共惹一路 有順敗著血液的真實之母 有期望花雷盛放的腥紅腐敗 有被顛狂之火誘惑的人民 有渴望助走世界萬物的信徒 在交界地裏大家都相信著自己的信仰 再經由討告將信仰的能力具現化 而在交界地上最大的信仰就是黃金樹信仰 黃金樹的恩惠遍佈在世界上每一個角落 但黃金樹信仰背後所衍生出的黃金律法 就暗地裏束縛著交界地上的一切 而無常意志的雙子就是用來束縛神人的工具 其中作為本劇本論最大的支線角色 神人拉尼 又是怎樣去反抗黃金律法的控制 從而擺脫命運打開星月之路呢 今集的遊戲人遊戲視將會和大家探討 在艾爾登法環裏面 一位追求自由的神人 拉尼 他的整個故事 在艾爾登法環的世界裡 永恆女王瑪莉卡所繁衍的後代血脈非常多 而且複雜 將瑪莉卡的後代以簡單方法分類的話 可以分為半神 以及更高階的半神裡的神人 在瑪莉卡的後代裡半神有很多 但遊戲裡的神人只有三位 神人又被應定為神的候選人 現在的艾爾登法環容器是永恆女王瑪莉卡 而終有一天 在這三個人裡 定必會有一個去繼承瑪莉卡的位置 成為新一代的神 他們分別有由瑪莉卡和拉達光所彈下的雙子 迷惑之神米海拉 女武神馬連尼亞 以及由雷娜拉和拉達光所彈下的月之公主拉尼 拉尼自有聰慧個人 他的母親是現任的卡利亞女王雷娜拉 而每任的卡利亞女王都代表著一種月亮 在母親滿月女王雷娜拉的引渡之下 拉尼很早就已經參透了自己的月亮 他的月亮和母親一樣是一輪寒冷的暗月 但這個暗月比任何月亮都更為冰冷和黑暗 充滿著神秘 而拉尼在一個森林裡的深處 曾經遇過一位雪魔女 在雪魔女的身上學習了冰冷的魔法 自此冰冷的月光拉尼的暗月就此誕生 拉尼所信奉的不是惡神之火 不是真實之武 更加不是腥紅腐敗 他就連黃金律法都質疑 他所信奉的是一個黑暗冰冷 有無限可能性的世界 那一個就是星月信仰 黃金律法令交界地上受賜福的一切 變得永生不死 神和交界地上的一切生物死亡 將會以龜樹的形式 經由黃金樹的根 將賜福和靈魂歸還給黃金樹 而這一種連生死都不能自己做主的律法 和拉尼所信奉的星月信仰完全相反 他認為這種無限復活的律法 沒有未來只有束縛 而這種束縛的體現就是無上意志的監視者 雙子 每一位神人都被派有一位雙子作為神人的輔助 其中雙子會派出影子用以輔助神人 美其鳴是輔助 實際上就是監控神人 控制神人不會作出背叛無上意志的行為 如果神一旦要背叛無上意志的話 神的影子是有義務要殺死神 這些控制都和拉尼所追求的事物大相徑庭 為此 拉尼對雙子強加給自己的使命感到極之反感 在交界地的生物裡都享受著這種黃金樹的恩惠的時候 拉尼就對黃金律法不為所動 甚至產生出反叛之心 但由於影子的跟隨和雙子的監視 拉尼只能夠暗中行動 而當我們踏入交界地遇到拉尼的時候 其實他一早已經經歷了很多 而這一切都要由黑刀之夜講起 為了打破命運奔向勝勝 拉尼決定摧毀黃金律法 要實現這個計劃 首先要獲得能夠將神真正殺死的能力 而這個能力一直被瑪莉卡封印著 那個就是命定之死 瑪莉卡曾經把命定之死交給他的影子 黑劍瑪利克斯保管著 而也因為命定之死在交界地上消失 所以所有神都不會面臨真正的死亡 為此 拉尼策劃了一個名為黑刀之夜的暗殺行動 主要目標是在黑劍瑪利克斯身上 偷走死亡奴因 將死亡奴因的力量 扶在匕首上 從而打造出殺神用的兵器 黑刀 再拜出刺客組織 黑刀刺客 以黑刀將神殺死 而黑刀刺客 都是和瑪莉卡一樣 是欺人 也就是外來者 至於這一群欺人 為何會想和刺殺神的神人合作 這一點在坊間上流傳著很大的陰謀講法 在這裡我為了集中講述拉尼不變多數 而在黑刀之夜裡首位被殺的半神 正正就是瑪莉卡和初代艾爾登之王 郭芙雷所彈下的長子 黃金郭德文 這次的暗殺 由於黃金律法仍然存在 神沒有真正死亡 即使拉尼蝕取了死亡奴因 殺死的都只是郭德文的靈魂 郭德文就成為了所謂的死王子 他的肉身化作了死蛋者 被鎖在皇城的底下 而他的古龍好友佛爾桑克斯 就在他的夢境內不停地和死亡爭鬥 但由於死蛋者靈魂上已經被實際消滅 沒有辦法回歸黃金樹進行重生 因此這個行動所產生的死蛋者 足以對黃金律法的運行造成破壞 阿爾登法環也因此產生了一個漏洞 馬尼卡隨後也因此事將阿爾登法環打破 而無相伊之也因此事將馬尼卡囚禁 雙子也要選擇交界地生的神 歷史上的破碎戰爭也就此展開 拉尼破壞黃金律法的第一步也已經完成 因為黑刀之夜一事 拉尼深知反叛緩來的 是雙子更嚴密的控制 為了擺脫雙子的控制和監視 拉尼決定用死亡奴因的力量 將自身的肉體殺死 以靈魂寄縮這種方式 將自身的靈魂寄縮在雪魔女的人偶身上 令到雙子無法追蹤拉尼 而拉尼雖然與雙子對立 但對於自己的下屬 半郎布萊澤和巨人鐵匠伊吉 仍然都是關心有加 作為雙子派出的影子布萊澤 他的工作本質應該是名義上輔助 實際上暗地監視拉尼 但布萊澤明知道拉尼和雙子是背道而馳 他仍然選擇去追隨著他 而巨人鐵匠伊吉也一樣 一心追隨著拉尼 為了不受無上意志和雙子的影響 他還一直帶著那個絕不離身的道具 一個能夠彈開所有干涉的鏡面規 因為他心怕自己會做出背叛的行為 由兩人忠心耿耿 可見拉尼其實是很疼自己的布萊 但拉尼的路途總是孤僻寂寞 就算布萊澤等人現在仍然追隨著他 但拉尼知道自己在這一刻 除了沒有意義的感謝 和最終被迫拋棄布萊之外 其他的事他什麼都做不到 他知道為了達成目的 將會永遠這樣孤單一個 直至退適者的出現 令到一切都改變了 退適者來到交界地的目的是城王 這件事其實和拉尼的目的 有著很大的出入 但由於拉尼最初在退適者身上 能夠各取所需 所以當初拉尼利用了退適者 在我們通過死眠少女的任務當中 我們作為退適者 在那一刻我們是想要得到死亡的奏痕 而拉尼也正好知道住死亡奏痕的位置 當時退適者和拉尼互相利用 他委託退適者前往永恆之城諾克隆恩 去拿一個能夠傷害無上意志 和服侍他使者的寶物 獵薩子頭刀 容易交換死亡奏痕的位置 當拉尼得到了殺神的武器之後 就拋下了一句道別之言 隻身地離開了他的歸所 拉尼的路途是孤單寂寞的 你可以選擇就此別過拉尼 但如果你一直追蹤至安室二何的主流 你會找到和拉尼一模一樣的人偶 退適者能夠對著這個人偶不斷對話 而拉尼也會忍不住發出回應 這個人偶正正是拉尼控制的人偶之一 接下來的旅途當中 正是拉尼和玩家感情升溫的重要階段 退適者對拉尼的執著 令因為性格直率還帶點傲嬌的他 漸漸地躺開了心扉 他會在整個地下世界的旅程裡 和我們講述最一開始的一切故事 而在對話當中 他對於手下的感激之情更加是日於延渺 對他們的英勇忠心表示只能來生再報 就知道他們的主僕之情是多麼深厚 他能夠對敵人狠能立定決心 連至高無上的存在也要殺死 而對自己更加之狠 能夠為了擺脫使命拋下所愛惜的一切 這種外表冰冷 內心卻是不甘心屈服於命運 這種火熱的心 內外不一的反差 令他的人格魅力再次昇華 甚至令他的影子都倒戈主人至死追隨 而作為退色者又怎能忍心拋下這位好女子呢 他最後要求我們尋找這塊土地上的災厄影子 那個就是由雙子所擺佈 已經失去理智的神人影子布萊澤 在擊敗影子之後 拉尼只希望退色者轉達他對暴下的愛 而他留給退色者的是一把被丟棄的皇室弱士 而布萊澤也因為受雙子的控制 已經完全失去了自我 沒有辦法再效忠拉尼 他最後留守在拉尼的魔法斯塔下 用他僅如的理智 阻擋那些被派來的黑刀刺客 守護著拉尼的一切 而當他再次看到退色者的時候 已經完全失去理智了 我們能夠做到的就只有將他斬殺 讓他在這個不能夠再操控自己命運的世界裡解脫 而巨人鐵匠伊吉也一樣 在得知他主人拉尼擺脫了無常意志的監控之後 心裡彷彿有如放下大石 與此同時也不禁蓋歎 自己將會成為無上意志的目標對象 而伊吉臨終之前 也曾經奮力反抗被暗殺的命運 在戰鬥裡 伊吉至少將幾名黑刀刺客一拼帶走 他們兩個在最後一刻 也繼續捏薩雙子派來的殺手 為的都是希望主人能夠達成他的目的 而他們作為隨從都心知道 達成目的是需要犧牲的 一直往安室以河近深的地方前進 我們看到的是一隻愛神 一隻曾經奪去永恆之城天空的黑暗器子 在極大這位黑暗器子之後 我們登上了月光祭壇 在那個教堂的深深處女 我們看到一位巨大的已死的雙子 坐在前方是一位虛弱而沒有回應的女性人偶 而日後拉尼終於把監視他的雙子 畫上一條大大的血痕 終結了雙子的生命 同時也終結了自身的束縛 但換來的確是無盡孤獨 直至那位窮追不捨的退息者到達 這位退息者在之前拉尼的皇室約時上 自行去發現他所拋下的更多過去 而他所發現的正是暗月戒指 這個暗月戒指上面刻著文字 所有人物皆不能取此物 黑夜劈吞所有孤獨僅屬於我 坐在很久之前拉尼就認為自己的未來是孤身一人 但就因為退息者的出現令她看到希望 為一位公主帶上由書庫獲得的暗月戒指 拉尼暗地對退息者的希望終於實現 而這一刻拉尼再次現身 將更多的感情都在戴戒指之後表達了出來 這一幕也是整個遊戲僅有最接近愛情的場景 同時也可以被視為婚姻中對伴侶忠誠的承諾 拉尼已經知道就算她想要警告玩家 不要靠近也都是徒勞 對於退息者這種推不開的做法 不但沒有遭到她的窄罵和嫌棄 反而令拉尼有點開心 更加慶幸自己的皇就是眼前這位退息者 拉尼本身代表著暗月 而她將暗月的定約信物 暗月大劍交至退息者的手中 作為定情信物 約定了一切都在完結的時候再一次見面 排除曼難 在擊敗艾爾登的化身艾爾登之獸後 我們在遊戲的最後 能夠在瑪莉卡的殘身之前再一次召喚拉尼 這個時候一切的事件都終於結束 拉尼將死亡奴恩的力量釋放出來 黃金律法也都在這個時候被完全瓦解 交界地也都重新回去當初容無白相的樣子 真真正正地解除了無上意志的束縛 群星追求真正的自由 賦予了交界地上的生物無限的可能性 重新給予了人們生與死的權利 自己將能再次決定生命的意義 和做出自己的選擇 在無意義的輪迴之中 真真正正地解放出來 唯有群星才是真正的大團圓結局 拉尼還是遊戲當中 唯一會因為好感度而影響到行動和結局的角色 由最初的冰冷到後面的奮力前進 到最終以輕輕的幾個動作 帶出整個故事完美的落幕 想起來就好像一場騎士和公主之間的浪漫談 Elden Ring裡面的拉尼超越了歷代任何角色 拉尼不像是過去FromSoft Rare遊戲裡面出現過的角色 以往的作品都不會令玩家感受到那份愈發愈深的愛情 而拉尼這種時而反叛、時而真誠 又帶點傲嬌的個性 令玩家在旅程上感受到拉尼那份真摯的情感 無論是他的手下又或者是漂泊的褪色者 都沒有一個不會拜到在他石榴群下 拉尼一個真正向往自由的公主 願群星祝福世界上所有生物 願意出現這裡的晴力 本來過程的夜之中 來自然之間的夜之下 寫著旅程 夜之間的夜之間 寫著著大部分 入圈 恐懇 恐懇 架 空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